矿山瘦的石头 这块石头呢 瘦的价格有点高 木纳的杨梅皮 但是呢 皮上一看到就有绿的 鸭灯看他们一片一片的 这应该是花了 这块石头为什么瘦度比较贵呢 而且打灯表现也不是那么好 因为你们看 这是我当时看的视频 打灯是对穿的这块石头 水头特别长 花也好看 种也够 荧光感也强 但是为什么我瘦到货打灯就是这样的呢 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就是说现在太亮了 如果是说乌其买黑的情况 打灯就对穿了 关系能够更明显一点 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因为这个料子从我� 买到我手上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 这半年时间 它的皮壳又开始氧化了 我们先找个地方 把它开点窗 探个底 往这个大面 这个地方 巧克力挖吧 如果里边种嫩的话 这个料子就亏的有点多 挖了 里边发黑了 这就放心了 挖完这一点 我们先打灯看看 感觉肿起来了 有点冰底的 你说这样能开个冰飘花 那岂不是爽歪歪 来 我们现在就 灯先不压下去 先就这样看 看到没有 这种冰感 里边还有飘花 这指定是大涨了 刚刚开出来的话 它的枕头的沙磨的会有点泛白 往下再挖一点 这种有品质的石头就是会挖着上瘾 现在我们再打灯看一看 这一包就出来了吧 打灯应该是能够对穿的 现在只要打开了穿 它背后也亮了 已经全透了 这个料子是熟了 现在我把中间那一块也挖掉了 一个大穿出来了 肉质相当的清楚 黑度起来了 冰已经是有了 切不切了 稳住 稳住 我现在研究研究了两天 再看切不切